他说弟子念佛时心中杂乱 因此念佛没有功德 是否要先修清净心就了再念佛 这样才能与阿弥陀佛感应道教 还是先念佛然后才能修得清净心 弟子不知要先修清净心再念佛 还是先念佛才能有清净心 如果没有专心地念佛 不是含泼喉咙也枉然吗 但是没有修到清净心 如何才能念佛 佛要念 你念佛不是从这一生开始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你一度在修念佛法门 都不能往生 什么原因呢 就是你讲的清净心没解决 生生世世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所以你去不了 这一生还是老毛病又发了 要怎样才能让清净心现前的 还是念佛 你现在清净心不能现前 你念佛的功夫没到啊 你要继续努力去念啊 为什么 这个念佛清净心不能现前呢 你念佛要把这句佛号啊 扶住你的烦恼吸气 你的清净心才能现前 如果这句佛号念得再好 念得再多 烦恼吸气 现前你服不住 这个功夫不得力 真正的原因在此 你比如说 我们六根 你借助外面六尘境界 顺自己意思的 去起贪爱的心 你能不能在这个时候 一句阿弥陀佛把那个贪爱的心打掉 见到不如意的事情了 你成会念头起来 这个时候提起佛号 提起佛号就是句 把成会心打掉 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就是清净心 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不能有贪嗔痴慢 不能有是非人物 不能有有自有他 通通都没有 这样念清净心才能现前